請接著我們趕快跟同學分享一下旋轉 同樣的在利用程式碼片段跟同學做說明 這邊因為我們都運用的是按下的方式 所以其實實際上你都可以直接用call上面的部分 但是call的部分你要特別注意到一定要小心跟細心 鑽寫程式碼其實最重要除了你本身了解這些函數 跟它的一個鑽寫的方式之外 最重要是要細心 因為每個地方該要點或是哪個地方該要分號 哪個小瓜哪個是大瓜 再來就是說你的一個鑽寫的流程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我們這邊是要向左旋轉 向左旋轉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L的rotation的一個名字 先copy起來以防萬一 那這邊呢往下去做一個填入的一個動作 那這邊呢我們就可以把整個事件真聽呢 copy起來 然後貼上去 所以這邊該有個點要檢查一下 後面整個都是沒有錯的 那既然這邊的話是要向左旋轉 我們制定的函數呢 這邊也要改對不對 L rotation 那這個制定函數的話 我再強調一下 是每個智慧呢 你都可以自己命名 那最好是選一個比較好找 那有含義的 將來你在做搜尋的時候呢 要取代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OK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制定函數都改好 其他的架構都沒有錯 所以你前面一開始起頭難 後面只要知道要領跟關鍵點在哪邊 再來就輕鬆多了對不對 那完成之後我們就會看到這邊 最重要是執行內容 一樣是這個Fish的影片片段 要去做旋轉的動作 那這個旋轉的話 我們剛才講它是rotat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它呢 來去做一個這樣一個動作 比方說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 把rotation打進來 記得 這L要把它刪掉 藍色才是有效的函數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直接講了說 你減多少就是減多少的度數 假設一次就是減十度 那不要忘記喔 向左是不是往0靠近 所以呢 就是負的 如果你要向右旋轉的話呢 就是離0比較遠 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加的才能夠向右旋轉 原因就這麼簡單 那旋轉呢 就是只有一個方向 它就沒有所謂xy軸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只要留下這一句就可以了 執行程式的內容 Fish 好的 影片片段它的旋轉呢 是向左 也就是負的一次轉時度 好 那完成這部分的話呢 不要忘記 你可以順便勾勒一下 看看有沒有錯誤 那沒錯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繼續往下面啊 去做一個複製 像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改R 對不對 這個剛剛如果你自己有命名 有記住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在那邊 就可以改了 這邊也要改成R 對不對 這邊就要改成是加10度 好 那所以這一左一右呢 快速的你也可以完成 好 這邊就是往左轉 這邊往右轉 同樣還是可以放大 還可以再繼續轉 對不對 那再去縮小 好 再回放大 好 這樣的話其實你已經四個按鈕都完成了 好 非常好玩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把這個 Alpha也順便把它設定上去 同樣的啊 把Alpha的名稱點選起來 好 繼續啊 往上面啊 好 增加 好 所以你的程式碼越寫越多 我想同學應該成就感越來越高了吧 好 那我們選好之後呢 一起啊 把它往下貼 好 不要忘記喔 程式碼如果你覺得有點花亂的話 你要稍微讓它有點空格也可以 空格 空行其實都不會影響程式的一個運作 那我們看這邊是Alpha 那Alpha這邊點選之後呢 一樣是Click對不對 所以我們首先啊 先來設定一下它的Alpha一個動作 那這邊呢 比方說呢 這個按下這個Alpha的Button之後呢 它要啟用一個自定函數的Alpha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Alpha好像是有顏色的 是藍色 對沒有錯 自定函數一定要都是黑色的喔 你只要遇到它是有藍色的話 你就會容易 會有程式會有出現打架或是bug的情況 所以呢 你可以隨時 在前面或後面呢 任意加上你認為覺得OK的字 不然我就打一個OK好了 AlphaOK 類似像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去打一個GoAlpha 我要開始去做Alpha的動作 也都OK 所以這個是同學可以自行去做利用 可以跟著去撰寫 所以你這邊既然打了GoAlpha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是不是也要跟著要改成GoAlpha 那這邊呢 一樣可以去設定你要的Alpha 好 那這個Alpha打上去之後呢 是要做什麼動作呢 就是看你一次要扣多少 我們要知道說Alpha呢 它百分之百不透明就是1 所以呢 你0.9就是只有90%的透明度了喔 就是等於是扣掉10%的意思 那你如果說一次要扣10%的話 就是怎麼樣 減0.1 所以這個加的符號可以變減的 10呢 就可以把它變成是0.1喔 好 那這樣就是一個標準寫法 你再檢查一下看有沒有錯誤 那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 我們再看一下 好 這邊就Alpha 有沒有它越來越透明的 非常好用 也非常好玩 它一樣還是可以旋轉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這個顯示與隱藏 那這個首先是要顯示的就是Vesable 上面有加個Y的 好 那我們就可以點選到它 那一樣我們就往下增加 好 那一樣按兩個Enter再貼上去 同樣是複製前面的事件真聽的整個架構 來去做修正 那這個地方一樣我們就可以把這邊做個拷貝好了 Vesable這邊可以選擇VesableY 好 一樣這邊選擇VesableY 那這邊一樣是選擇要布林值 所以它的Vesable不要忘記要把Y拿掉 讓它變成有效的藍色函數 那這邊就不用有減了 因為它是一個布林值 True or False 那Y呢就代表要看得到 那看得到的部分就是打2 True 這樣的話就代表說它是看得到的 好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設定是看不到的 好 這邊呢就可以改成N 好 所以說呢我們可以把這個先複製起來 好 然後去做這樣的貼入的動作 那你如果覺得這樣很麻煩 你也可以把它這個VesableY 好 把它選起來 然後Ctrl加F 然後去做尋找貼上一個動作 那你這個地方可以一樣去選擇去 找下一個去做貼上的動作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你要小心應用 不要把其他都取代掉就好 好 這是額外跟同學做說明的 好 那如果說你覺得不保險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像這樣子 因為才幾個而已 你可以自己去做斟酌 去使用 好 這是Vesable N就是不要看到的 那這邊呢 不看到的話 True呢要改成什麼 沒有錯 就改成False 好 那False的話就代表看不到 快的趕快來 Ctrl加Enter 這個呢就是看不到 的確 箭頭不見了 這個就是看得到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做這樣的顯示與隱藏 旋轉 透明 看不到 看得到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趕快再跟同學分享 這個就是上下左右鍵 它分別有代表不同的意義 比方說呢 我們現在設定這個是upup 往上 那這個往上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樣 最重要的是你的xy軸 加跟減的一個觀念 是不是正確 好 所以我們一樣把事件真聽 copy下來 所以其實同學 只要會了這個事件真聽 再加上今天這幾個函數 你會做的事情就已經不少了 這是up對不對 那這邊一樣啊 可以選擇一個你要的一個自定函數 比方說就直接打up就好了 所以這邊也是up對不對 那你要往上移動的話 是跟xy軸有關 所以xy軸的部分的話 你就要特別注意到齁 你如果說是要往上 它是比較接近0對不對 不要忘記歸零點在左上角 跟左邊跟上面有關 所以你往上就是減 好 所以說呢 這個魚呢 它的x呢 跟y呢 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往上 上下就是y嘛 左右就是x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up是上 所以你這裡一定要設y 那y呢 就要用減的方式 那看你一次要減幾個像素 就把它打上去 然後打10呢 就是一次減10個像素 好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 呃 快速的把這四個按鈕 好 一起設一下好了 再來做那個檢驗 好 像這邊你點開沒有程式碼 就是你要選到有程式碼的圖層 好 然後再去點選到你要的一個 好 F9 或是說開啟你的程式碼 好 這邊呢是要down 對不對 那一樣啊 你可以選擇down 只要它不是藍色的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是自訂的一個函數 來去做使用 down一樣跟y有關 對不對 那你要往下就是距離0 越來越遠 所以可以用加的 好 這邊你就可以再去檢查一下看有沒有錯誤 好 然後再來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是left 好 一樣啊 把事件真聽 copy下來 好 那這邊呢 一樣 修改一下自訂的函數 所以這自訂函數都要換喔 好 要記得 我相信同學這樣做幾次下來之後呢 應該就非常清楚了 左右 好 跟x有關喔 水平走 對不對 那你要靠往左邊走 是不是越來越接近0 所以你就要按減 好 一次減10個像素 好 好 最後呢 就是我們的 向右 好 向右這個部分的話呢 當然 一樣的 不可免俗的 制定的一個函數要修正 好 這邊就改加 好 因為它要距離那個圈圈越來越遠了 好 很快的說的按鈕 除了恢復到預設值還沒設 這個小圈圈還沒設之外 其他都設了喔 其他設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它的一個 效果是不是都呈現出來了 好 向左向右的退 好 都可以用這方式來做 可是你會發現說 欸 向左向右退啊 向這個地方 向左是沒有錯 可是向右呢 它是用退的 它方向並沒有改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的箭頭裡面呢 有兩個影格喔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就是go to and stop 也還可以把它加上去 來利用 所以我們選到它之後呢 先來看它左邊跟右邊 除了本身呢 你要去加上你要的一個 左右邊的一個設定之外呢 你還要選擇怎麼樣 go to and stop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設定上去 那這邊設定上去之後呢 這邊可以選擇我們的這個fish 貼上去 然後用點的方式 go to 好 A要大寫 好 有正確的話它是藍色 go to and stop 不要忘記往左邊對不對 往左邊的話它是放在第一個影格 好 那如果說是往右邊的話呢 它是放在第二個影格 這我們剛才前面有看過 所以你這邊要記好 我們再檢查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影格 預設只是在左邊 有沒有 第二個影格是往右邊 好很明顯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Ctrl加Enter 往右邊的時候呢 有沒有 它就換邊了 那你剛才按左邊 右把它恢復到第一個影格 它又可以換回來有沒有 所以它可以左右換 左右換 好 這就是它為什麼可以左右換的感覺 好 它本身呢 你按這個右按鈕呢 它本身可以往右一次走十個像素之外呢 它同時呢 會歸納到 go to and stop 到第二個影格 第二個影格就是朝右邊的箭頭 那這個go to and stop 1的話呢 就是往左邊的箭頭 可以旋轉 可以往上 對不對 一樣可以縮小 一樣可以放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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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